大家好,我叫Grace Lian, Lian立平 我是Intel公司的资深技术总监 专门负责开源云计算软件的研发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Intel公司在云计算软件上最新的技术进展 大家都知道,Intel未云计算提供了强大和先进的硬件平台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Intel如何拥抱开放的软件社区 今年10月,Intel首席咨询官Pat Gelsinger 发表了一份自开放生态系统的公开信 在信中他提到,我们Intel一直兴奋开源的信念 开源为软件定义的基础设施提供了创新的活力 改变着现代数据中心,迎来了以数据为中心的时代 Intel拥抱开放,热爱开源 我们的开放战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开放,在Intel我们从事开源软件已经有数十年 早在2001年20年前,我们Intel中国就成立了Linux操作研发团队 这个团队后来发展成了OTC,开源技术中心 Intel一直是Linux内核开发的领导者 代码贡献持续多年排名第一 在Linux内核5.14版本中 我们提交了1300多个patch,多达13000多行代码 贡献了大概总更新量的10% 在KVM项目中,最近三年我们的代码贡献也一直保持第一 第二选择,我们的技术是为多样化而设计的 我们和所有的云服务提供商紧密合作 支持跨多云的平台 我们开源的软件支持不同的芯片架构 我们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所有无论你选择哪种基础设施 您都能从最先进的技术中受益 第三,信任 我们特别关注开发者 始终以开发者的诉求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 比如说,开发者和企业非常关注在云计算中数据的使用安全 我们就提供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解决方案 Intel还作为创始会员加入了机密计算联盟 这个联盟是专门针对使用中的数据 我们提供硬件的保护,来确保敏感数据的安全 在开源云软件方面 Intel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 早在2010年 Intel作为创始会员加入OpenStack基金会 在随后多年里 我们贡献了大量的代码 推进了它的广泛部署 我们创建并且开源了DPDK 广泛应用于加速网络数据的处理 在存储方面 我们很早就加入了Safe社区 多年来在社区贡献排在前三 我们还贡献出SPDK项目 专注于存储性能的提升 2015年 Intel以创始会员的身份加入了CNCF 开始在Kubernetes和云原生方面的贡献 我们创建了Kata Container项目 这个项目的技术创新 兼顾了虚拟化技术的安全隔离性 和容器的轻量性 成功的为云原生创建了一个安全隔离的容器运行时 随着5G和边缘技术的发展 我们加入了Acrino社区 并且也创建了Amco 专注于边缘计算多云的编排管理 我们还创建了Cloud Hypervisor项目 专门为现代的云原生负载 量身定制虚拟机管理器 现在这两个项目都已经托管给了Linux基金会 近年来我们更是加大了在云原生上的投入 在这么多的项目里面 我们都在实实在在的贡献代码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最新的项目 IPDK基础设施处理器开发套件 我们最近把它开源在ipdk.io IPDK项目可以协助开发人员开发您的软件 支持未来的云架构 在这个架构中 传统CPU将更多的负责通用计算 IPU基础设施处理器 将负责基础设施相关的计算和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您关注的开源项目 在云计算中 数据的安全对于用户和企业至关重要 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的保密性 是由云服务提供商保障的 但是在软件读写数据的时候 如何保障数据的安全呢 Intel软件防护扩展SGX和可信誉扩展TDX 就是两个前沿的技术来保护使用中的数据 SGX提供了一块叫做Incliffe非D的内存 TDX提供了可信区域 两者都是在硬件中 用于帮助应用程序保护敏感数据 即使是特权进程 比如说操作系统和虚拟机管理器等等 都不能接触到您的数据 只有数据的拥有者可以控制访问权 为了支持加密计算 在开源项目的Linux、KVM、Kubernetes、Kata Container Cloud Hypervisor等等里面 我们都做了很多增强 作为应用者应该如何使用机密计算呢 针对SGX我们开源了Gramming项目 通过Gramming应用程序不需要重新编写 就可以使用SGX 另外我们还开发了解决方案来供大家参考 有密钥管理解决方案和服务网格安全解决方案等等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Intel的展台 那里有这些技术方案的展示和讨论 云记算上运行的负载是多种多样的 资源的调度也有多样性 有些应用需要更加优先的资源分配 在Kubernetes架构设计中 应用的开发者通过开放的接口指定要什么资源 让服务商来满足这些资源的要求 为了优化资源的调度 让云应用最大化的得到平台提供的特性 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 Intel在Kubernetes中帮助设计和实现了硬件设备插件框架 使用这个框架 Kubernetes节点就可以使用到各种外接的设备 在Kubernetes里 我们还创造了一个叫CIRM资源管理的开源子项目 这个项目是在container runtime interface里面 创造了智能的算法 优化资源的调度和平台底层的匹配 借助Kubernetes里面的接口 我们还能够把指定的计算 通讯加密等一些功能 让加速器来分担 从而大大的提升了应用的性能 请大家关注下面两个二维码 在这里都有详细的技术介绍 微服务架构带来了很多好处 比如说模块化的开发 代码重用 快速迭代和部署等等 但是它也带来了相应的复杂性 比如说微服务间的频繁输入和输出 服务进程之间有大量的通讯 而高启动会带来延时等等 Intel使用DevsterBench等基准测试工具 对这些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这些手段包括前面提到的Kubernetes和运行时里面 智能业务负载调度 使用硬件加速器来分担负载 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内存大页面技术来优化运行时语言 对于网络虚拟化功能 我们可以预留处理器缓存资源 来满足它们低延时和低抖动的需求 Intel我们即将推出SephyRapids下一代平台 都会建造在这些微服务技术之上 为您提供卓越的云原生性能 介绍了上面一系列的软件技术 您看到了 Intel不仅是一家伟大的硬件平台公司 我们更是一个优秀的软件公司 我们在开源软件上耕耘了几十年 贡献了大量的代码 在云原生上 我们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 开放了大量创新的基础软件 我们期待与您携手技术创新 解决云计算中新的挑战 发展赚大开放的生态系统 展望未来 云技术还在持续推进 整个IT产业的进步 和改变人类生活的体验 在这里 我想引用Intel创始人 Robert Noyes的一句名言 和大家共勉 不要拘泥于历史 让我们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吧 谢谢大家